三步骤轻松了解热转硬制作流程 市面上热转硬产品白白种,你知道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? 相较于一般大型设备,热转硬机制作流程相较简单,只要三步骤就能让你的产品更有特色,今天就跟着一生一起了解吧! 步骤一,将要硬制图稿调整成适当大小,硬制前,先将图稿设计好,并依照成硬耗材的尺寸做调整, 使用最合适的比例硬制,能让转硬的效果更良好 步骤二,打印需转硬的图样,接着将需转硬的图样,使用升滑或防水墨硬表机打印到转硬纸上,为达到更加的转硬效果,不同的材质需对应不同的转硬纸,打印好后进行裁切,并使用耐热胶带将成硬物与转硬纸固定在机器上 步骤三,设定所需的温度及秒数,因材质的不同,每样成硬物所需的加热温度及时间都不同,一生的热转硬设备操作界面简易,第一次接触的你也能轻易上手 藉由今天的介绍,是不是更认识热转硬机制作流程呢?若有任何热转硬设备的问题,都欢迎让一生为您服务哦 一生成立超过20年,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,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,包含UVG分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硬机等印刷设备,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,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,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 欢迎找寻MIT品牌一生,免费服务专线,0800-520-005